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解ActionTaps的拆分 我们打开之前的代码 在我的To-Do List里面,要不断的去派发Action 在这儿有一个Action,在这儿也有一个Action,在这儿还有一个Action 那每一个Action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类型,叫做Tap 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打开Reducer Reducer这块它会接收Action的Tap 然后根据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式改变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ActionTap的类型 这里的ActionTap一定要和To-Do List里面,Action里面的ActionTap相对应 那有的时候呢,在写代码的时候,经常会犯一些很小的错误 比如说呢,这里我这个Input拼成了这样的一个拼写 U我写成了V,一个不小心我就把它写错了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页面上来看 打开控制台 这个时候,我们在数内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整个功能都不好用了 然后呢,很多同学就到处的找错呀 结果你会发现控制台里也不报错 然后呢,你就找啊找,最终找了几个小时发现 原来这个问题是由一个拼写造成的 你会不会很沮丧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我们在Store下面创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做ActionTaps.js 然后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些变量 那就来看,打开To-Do List 我们这里呢,要写几个Action 一个Action的类型叫做ChangeInputValue 那么呢,我就在ActionTaps里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ChangeInputValue 当然呢,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长量啊 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启成ChangeInputValue OK,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通过Export把它导出出去 接着呢,我再定义一个东西 第二个Action的类型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叫做AddToDoItem 然后呢,我这儿再建一个长量 它的名字叫做AddToDoItem 然后呢,我们再把下面这个长量给它改掉 这个长量的名字叫做DeleteToDoItem DeleteToDoItem 好,我们在ActionTaps里面定义了三个长量 然后呢,我们看我们应该怎么使用它 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ToDoList里面去引入这三个长量 ImportFromStorm录下的ActionTaps 我们引入什么呢 首先我们引入ChangeInputValue 然后呢,我们再引入AddToDoItem 再引入 我们替换掉下面的这个ActionTaps 好,继续来改 就有一个DeleteToDoItem 我们呢,去用它替换掉这里的DeleteToDoItem 这个文件替换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去替换一个文件 就是Reducer这个文件 那这来看,Reducer里面 你也要用这三个字符串 所以呢,我们也从ActionTaps里面去取 那怎么取呢 我们可以把ToDoList这块的代码复制一下 然后呢,到这个Reducer里面粘贴 我们在这上面进行粘贴 Import这三个长量 From哪里呢 当然我们直接去找ActionTaps的话 在这个Reducer里面去找ActionTaps 它的这个路径呢 就应该在当前目录下的ActionTaps这个文件里 就路径要改一下 然后呢,我们去做一个替换 这里我们填一个ChangeInputValue 这里我们填一个ToDoItem 这里我们填一个DeleteToDoItem 保存,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功能啊 刷新 提交 B提交没问题删除也都OK 所以呢,代码是正常的 那同学们可能觉得 这么做我们又多了一个文件 代码理解起来又复杂了一步 有什么意义呢 它的意义就在于这里 之前我们说 假设ToDoList里面的一个Action的代行值 你把这个U改成了一个V 那你找错是很困难的 但假设我们把ActionTaps抽出出去 这个时候我不小心把Input这个U写成了V 我们再来到页面上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保存 刷新 大家来看这个时候 页面直接就会报错了 它会告诉你ChangeInputV 这个Value is not defined 它就说什么呢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变量 它找不到 我们一看到这个报错 就可以迅速的知道 原来是我们代码写错了 我们这儿拼写错 只有你把这个变量里面写对 它才可以正确的执行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四复串提起出来 放到一个ActionTaps里面的一个变量 或者长量之中呢 就是因为如果长量或者变量 我们在代码里写错的时候 它是会爆出异常的 我们可以迅速的定位到问题 但是如果你写一个字符串在这里的话 它是不会爆出异常的 所以出了bug非常难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拆分出ActionTaps的原因 这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ActionTaps的拆分的过程 大家加油